先把延续 延续办了再说 对 我觉得很 延续办了再说吧 是需要办延续 看一下吧 3F这边会不会头够不够浅 我觉得这个 可以看出他们的一个态度 但现在的话 3F给人感觉就是 他们并没有一套 非常完整的一个成熟的 就是他们的一个战术体系 这个会是 延续 延续都上了半位 可以可以 可以 这个 头终于不铁了 对 头终于不铁了 就怎么说的比较理智 但头二的就是 这两个半位让我们给掉了之后 那么他们之前所 怕的那几个东西会怎么办 包括像小鱼人也好 或者说是 圣也好 还有锤石也好 锤石也是一直在上半位的 对 还有包括杰斯 就杰斯其实二哥玩的 也相当不赖的 嗯 杰斯也是二哥的一个招牌英雄 还是最后一个了 是 所以看一下 最后一班要给到谁 而且刚刚那一把的球球的女警 打的也是相当不错 这边是圣 那干脆就全球留两条腿一起砍掉了 是啊 就是封锁你最喜欢打的阵型 然后这个阵型没了之后 看你 把那种正常的话 我们这边在 我觉得寒冰 对对对 双方ADC的寒冰 应该都玩得不错吧 所以说寒冰的话 要想强调 艾希今天的整体表现都挺好的 是 也主要是 可以说吧 这个版本 从S7开始之后的 这种功能型的ADC 就已经是 一直是成把族 主要是艾希到现在来说 它的一个装备方面 都没有受到太多的一个削弱 有啊 这个版本的破半和飓风 也是削弱了一点 是 稍微 但不过不太影响 对 其他的C也算是虚弱了 但是我们看这一把 妖姬又再次掏出来了 主要是看到这边没有延阙啊 但我觉得这一把 你没有了混尸大魔王的 这一个选项 那我这个妖姬 还是可以掏出来 带了终于拿到了自己喜欢玩的锤石了 前两把都是直接搬掉的 锤石加寒冰打露露 无论加什么ADC的话 很容易就找到3F下落的一个机会啊 对 哦 这边二哥 虚红卡扎丁 我感觉 Counterpeak AO这边的话 他如果选手露西安可能会就没那么怕了 但是选 你不太闻啊 我觉得选到拉不太 哇 真的 其实选个皮诚不错 我觉得选皮诚也不错 对 皮诚会相对于在线上来说 可以在前期 就躲开对方几个关键一技能之后 是有占据了一定的压制力了 雷平咆哮不是吧 别别别 8秒还有7秒兄弟 能不能找到 啊 哇 哎 不是吧 先手鳄鱼吗 铁板大鳄鱼选到了 哇 先手铁板大鳄鱼 天 那等一下我们看到 二哥这边是有一首Counterpeak 的卡萨丁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二哥中国还是占据了一定的 对线上的一个 就是压力会没那么大 对 而 这边是在先手选择的鳄鱼的情况下 再次把ADC送上对方的一个半位啊 是啊 就是对方又可以再对ADC上面下几 下几波 帮耗子 耗子加那个 大嘴还是加一个女警啊 这里啊 我觉得 还是搬个大嘴吧 其实女警的话 这边是真的不怕 本身爱心 其实我觉得 我个人感觉 老鼠和大嘴都不明白 这种 对 我觉得应该是把 维鲁斯和那个谁吧 那样 女警 两个 就可能他们会 看他们怎么想吧 可能比较忌惮那种 3F拿出那种终极四宝一来 确实没法应对那种情况 但是这个情绪 继维鲁斯和 靠鱼在的话 终于存在终极 对 有个鹿鹿 其实已经 可能 哦 还是 还是 大嘴 大嘴加老鼠 确实也是怕一些这种意外吧 我觉得 对对对 不要你上次有什么化学反应吗 就 我 金克斯 维恩 感觉拿都拿出来骗人的 感觉3F 一直 他应该是晃来晃去 然后不选AB 我觉得 换来晃去换一个德莱维 我觉得这盘 露西安不错 说真的 我说什么来着 德莱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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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 看他了 露西安 可能是约的咬鞋 这两个点 考虑考虑考虑 最后是要点逼点击 要吗难道 最后点到谁 哇 德莱维 天哪 今天终于是 吁 超 我还是不是做 我还这首我就chaft 我是rence 我挺他 这球 好吧 让这首 最后一把 你看起来 recibir 这个专與 这个对线 就算是 是的 是的 1个 一定要考验 这都是 愿意 那么 不过 不过 讲道理 确实3F这个下路组合前六集可以打打打一下 但是六集之后还没合纯实这种配合打野的一个这种 他这打野打野选个蜘蛛好不好 对而且在卡擦丁子来玩一下 打野来个蜘蛛的话是个 算是一个前期抓人比较稳健的 我感觉双方打野都不是很喜欢玩蜘蛛 包括KO也是 但他这一局不选蜘蛛 选其他的没有蜘蛛好 对这一把的话 蜘蛛的话可以配合 就是本身对于鳄鱼来说的话 鳄鱼跟蜘蛛算是比较传统意义上的强势上野 他这一局选蜘蛛三路都可以抓 对对 这是非常爽的一件事情 但我觉得他还应该还是会洗 围绕中上我觉得 对我觉得围绕中上 就尤其是上路 本身子龙哥哥这一手就 他能够打出优势来 而且再加上他本身 还是有一手康乐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配合的鳄鱼去越几波塔 如果说能越沉的话 其实会是一个不错的手艺 这盘对于3F来说的话 我觉得关键点还是在中上野 虽然德拉文亮出来了 但是这盘还是要 他线上一定不能背对面找得起 是 千万别别被这个给迷惑到 但同样的DNA一定是要对下路开刀的 这个对下路开刀的一个 性价比是放在这里 就把这个德拉文给打爆 那接下来他们就完全可以 不用甘心太多东西了 DNA这个 个男枪选出来之后 感觉就是配合垂食不是那么的大 如果蜘蛛加垂食的话 德拉文真的是非常的集成 这这个两个 这两个牵手来说的话 但是有露露在的话 德拉文其实舒服会更舒服一些 而且对面又不是个女警 因为上来把你说的吧 如果是女警的话 他这边选到德拉文 现场局的定数很好打 是的 但是选到爱惜的话就 他学长了 会更加致命 就是不打则以一击致命的那种感觉 对 啊 毕竟是选到了 奥猛如虎的阵容 对 最后一局吧 也知道大家嗨起来 感觉这一把 会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比赛 第一次看到这个德拉文也就变猛了 不都不说3F这个阵容 如果前期打出优势来真的 能把DAN这个几个英雄能吹晕着的 实说让我们期待一下最后一局的一个比赛 马上开始 欢迎来到今天最后一局的一个决胜局 蓝色方丁红色方FFF 期待一下两边的表现 也是争夺这个今天的最后一张门票 对 我们刚刚在赛前进入VCR之前的那个 可以看到那个AO的那个动作 拿起手在天空中挥舞了一下 就好像自己是德拉文在挥舞的斧子一样的感觉 哇 但是不得不说真的是一支非常年轻有锐气的队伍 荣耀猩猩观 这个英雄应该说LPL里面我们之前见到的就是Crystal用过 是的 然后北美那边是我记得C9又用过 对 然后这个英雄真的玩的人非常少在比赛里面敢拿出来用 是 但今年夏季赛可以期待一首Jackie Love Jackie Love在之前的TGA里面在YG打的时候也是拿出了德拉文的 而且拿完了之后第二轮就被斑 嗯 这个版本的话德拉文也算是小有加强 只有 呃 饮血剑还有无尽多加了五点攻击力 对 包括无尽也是 降价 降价 而且破败和飓风也是变相削弱了一点嘛 是 就主要是 主要是飓风是凶入前期能力 前期的一个负伤能力会 就直接把固定负伤给去掉了 固定15点伤害还是很关键的 对对对前期还破败加一百块钱 其实这 没想到德拉文也是出的多兰顿 对 哈哈 就是我在有激进之余我也不失理智 就我我应该选出自己对自己最有利的这种装备 但这种选手会很可怕 所以德拉文这箱有理了是吧 哈哈哈 而且他前场盘的一个发挥也确实值得 期待他这盘的一个德拉文 对 前场盘的他的一个ADC打的基本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而且 基本功看得出来还是比较扎实的 嗯 德拉文这边直接套个盾 啊直接一个反应把这个第一把斧子就给 给 给套掉了强行跟他没接到斧子 是 德拉文配垂石是配的很舒服的 他对没有垂石的时候确实 要谨慎一点了 对 那这线上前面对于兵线的这个压制 抢二还是抢的比较成功的 是的前六级来说的话 打韩冰加垂石的话是有一些先机的 哇上来双斧在手直接想要上去来去想尝试的去扔你一斧 但是感觉两波都有点点呲被对方先是A到了几下 对主要不敢上啊有手垂石你想上的话对方打也来了 你就懂不了 倒完了给我开个W上去套上盾然后去A一下 但是问题是被小兵卡了一下位 有点自己这边漏刀漏的有点凶 有点不舒服啊现在感觉 很想找机会但是韩冰这张手也很长 完全不给对方给点 忍不到他 往这边要尝试上去反应 哎一身一个钩子勾到了 勾到了塔下 千万不要A人 这个时候如果A人的话被塔打到两下 那就是直接要蹦召喚士气能了 是的 还好还好 这边必须懂得一个点燃了 然后Kat这边手里还有点燃的 要直接月塔吗这个地方 Ko这边的话也是和下路有点配合 对关注了很久的下路的对线 发现这边的打也已经不知不觉的来得到到了下路 但其实我觉得这一波真的不要 Kat这边的话也是一直在吃药了 保持一个很健康的一个状态 对就这三级想月塔想多了 对太过分了 这一波毕竟配合的是一个鹿鹿 你想要月塔对方双招俱在 这波要出事情的如果想月 Kat的话还是打得很本贱的 直到南枪在上半区下路这边我就不搞事 我等到六级之后你就只能在塔下了 是感觉这边也稍微嗅到了 回球坐了一下眼 然后这个位置的话 对方的南枪其实也在刷着 对面的F6 是 德莱文这个英雄 确实打比赛的话 如果 就是德莱文对方的这个双弱路 如果稳住的话 其实德莱文不是稳住的 是 这边是下路先进行的一波雪拼 而这边的话看看有没有有没有机会最后一番 A的出来给到了这边寒冰一个成功的Fest Bar 但中路同样的也是把二哥展落于马下 但是可惜了这一波对于德莱文方来说肯定是不太能接受的 而且德莱文这边双招也用了 是的 而且自己前面叠叠的被动层数已经是下降 导致了前期能本来应该拿到的一些经济优势现在已经没法拿到 德莱文应该是没勾到了吧 刚刚刚应该是这个样子 刚刚是没勾到了 而且 而且 而且开刀他确实手里有点燃的呀 第一波他没用点燃 很适时 所以这一波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边DNA的下路双闪俱在 这下一波可以再找一下机会 闪现上去强开这个德莱文 下一波 这边的下路应该要稳一点了 没有闪现 他只能求完 是的 德莱文一旦打成被动的局面的话 就失去了选他的意义了 对 但是毕竟现在还没到崩的一个时间段 只要给他拿到了一个 拿到那么一两个人头 他其实可以利用自己的被动瞬间补上经济 对 毕竟他是那种可以做到一个人头顶对面两个人头的 对 但是前期这个被动层数下降的当然是有点伤啊 嗯 摩宇这边没什么蓝了 Ko这边 这个线扣的还是很舒服 缺到了一丝机会 这一波的话感觉有机会啊 闪现上蓝强约 看能不能接住 啊 闪现加益 应该是没有办法 这个应该没有办法留下来了 这个伤害不够了 他那个E技能 没有必要交那么早啊 这一波的话主要是Ko他手里没闪 他没闪的话 他没有把握去就是 节俭到对方的一个球通 就是只是尝试先一下 对 莫宇这边也是毫不 毫不迟疑 就是双 那个双尾仪瞬间一交 然后你往后跑 赶紧开溜 对 哇 这个地方要对你的 没有召唤式技能的 德莱文 再来做一次尝试 这边E技能出歪了 可以直接闪现上去强扎 但是E技能没有拉出来 被对方的E技能反倒打断了 但是这一边最终 双人路还是被压落了墙角 这边是一个死砍的局面 而反倒另一边 双TP下来 想要强流 但是两个闪现直接跃走 而这边球就应该是要被献计出来的 最后应该是要打成一个1换1 这边有没有办法再留下来最后一个人 哇 不过这一波的话 三辅还是亏的呀 收上两个TP 击下来了 强行来把这一波给扯平回来 那这样的话 其实九筒在上路可以发育的很舒服 这一波算是 三打五了 三打五一换一了 是 而且这边是要强行拿下塔的局面 这边可以啊 这一波冰线还是比较大的 那这样的话是可以转下团队之力 但问题是 德莱文其实并不喜欢看到这个局面 是 德莱文不是一个 不过这一波的话 韩冰也同样很吃亏 韩冰有三波冰没有吃到 对 这个塔的话感觉 吃不了这些冰了 那这样的话韩冰也自私了 是 有十几个冰等着他 对 这一波冰还是比较大的 基础比较很大 前期的冰线很关键啊 两波冰就是一个人头了 看两波 这情况就直接扫回来 然后男枪一个Q技能爆炸伤害 是 这一波第一手先手一没有拉出来 被对方的一个开刀力服给打断了之后 就稍微的有一点点 晚了的一些没有秒掉他 所以导致了后面说这边是 交了自己的所有的技能 还是被对方留下来 而且妖姬这个时候过来 直接因为我也打了三个人 就是伤害打拳了 是 但是 德莱文这个英雄 达不到人头 他就很难玩 越往后越难玩 德莱文这种英雄 主要是选出来 我怕他吃大仗 这种英雄有点用 哎 这边是直接选择了 圣衣上来 直接给你打一套 但是 这一波 感觉能不能够及时救回来 这边最后 哎一下 但是最后的这个人头 是被鲁鲁拿下来的 最后他的荣耀陈树 还是没有打出来 路这边没有闪现 看能不能继续留人 但是感觉 这边一心是什么时候好 哎 这个一级能 有一点点短了 我好伤啊 刚刚那个人头 不是德莱文打的 是的 这一波的话 直接 德莱文就是有点爆炸 本来是想线上 强势拿一个人头 强势不就在这 德莱文这种英雄 他选出来之后 就是怕他轻太长 这种英雄 他夜市的情况下 有使用者就很浮躁 其实会 哎 这边鳄鱼 想要尝试去逮一下 这边的虚空行者 但是 这边卡萨丁完全不虚啊 站在背后有一个 有一个垂直的情况下 就往你脸上走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 现在才七分钟 还刚刚到八分钟的一个状况 现在这边德莱文 已经死了三次了 不过三阿蘇这边的话 第五技之平凡的一个抱团 把 天这边的中下 已经 这个塔给推掉了 这个推的还是比较快的 是的 对 所以在同时 我们也得不要忘记了 这边的一个 3F的上中 也是一个很 这边就是一个 比较强势的组合 所以在前中期的话 这只要一刀没复 对 这是个推塔游戏啊 你一直杀我德莱文 我这边把你 两座外塔推掉 其实三阿蘇这边 还是串了很多的 我觉得 是 就还是要注意一下 对方少宗也起来了 这个德莱文躺就可以了 其实也有这个选项的 嗯 德莱文这边的话 要选择 做一个幽梦 哇 这 还是比较少见的 其实 之前也有见 尤其是烈士的情况 对 我觉得优势的情况下 陈莱文是 但是 但是我见到的是 在大招斗里面 是那个什么 就是 靠大招打手 是 这个 这个就有点奇怪了 真的真的真的 不是开玩笑吗 是 因为正常的 正常的情况下 德莱文是 主流的比较少 对 还是要先出银血 而且尤其这个版本 银血还buff过了之后 我觉得 那现在的话 哦 这边是灯灯罩 这边里面有多人 哎呦 这边的话 已经有闪了 所以说 可以骚一下 我觉得 骚一下自己闪 可能会被骚出来 哈哈 但感觉这个建议似乎 对于德莱文来说 是一个馊主意 毕竟这是一个 10-3的 是的 所以说还是别骚 欢迎来到 德莱联盟罵 一定要不谢谢 而且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说 平凡抱团推塔 是有一个不错的 团队经济的 普通 但是同样的 对于单人路的 英雄来说 自己是丧失了一些 就是单人上的一些经济的 就是单人经济 还有经验方面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莫名的就被压了一击 这边的一个鳄鱼 两边这局打的 算是挺奔放的了 就是 正常来说 BO3的最后一局 两边打的都会非常容易 结果这个时候两边 3-3 大概不到10分钟 打出了6个头 没错了 哇 这边是要 两边有一波换血 基本上打不出什么结果来 现在的一个鳄鱼 虽然说有一个人头吧 但还是等局后一级 对这个Pump 也是有点 没错 所以的话 两边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仗 终于是稳健下来了 开始而不发育 但是这个时候 对于DN来说 不太舒服的是 他们的中下两座外套 不知道 但其实我们看团队经济 这两座外套 还包括了一个一选塔的一个经济在里面 现在也就是拉了 还一到一千 也就 这边也就 五百 七百左右的一个经济 他们差的最多的钱 就是塔钱嘛 而且 就是除了塔钱之外 其他的 还补回来了一点点稍微 转到DN这边的Siri的一个补到 是各个都领先的一起 对 各几招 领先十几招了 对 这个其实 加起来就是个人头的钱 是 这个其实也是抱团推进的一个 一个弊端嘛 就是因为你只能吃 等于是所有人吃一路资源 这一刀卡就没有想象中的那种方法 就一起来 妖姬和蜘蛛这边 被一个探索火 已经弄了一点 哇 炸一下 子龙哥哥在这条线上面 就一直都是 想要压墨宇来打 子龙哥每次叫他的ID 都感觉 哎呀 很奇怪 哈哈 有一种 感觉看了一个MC的感觉 有种僵修的感觉 是啊 在现在的话 这条线还是一直被鳄鱼压着的 但同样的对于DN这边来说 完全都并没有想去管这条线 就围绕着上楼这条双人线在打 这也是他们的一贯风格 但是双方这一路纠结 都是一个反 反蹲 那这样的话 Kat前面长期性的一钩 勾到了这边的一个后排兵 但是反倒是 露露这边要率先阵亡 但是直接一个闪现 躲开了这个终极爆弹 而且并且放出了自己的大双 但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看一下 这边一个链子链到了这边Kat Kat要交出闪现 那同样的这一道TP之光下来 是二哥 二哥这边能不能够 踏下去 留住那边的权力 但是这个腹子弹出了大问题了呀 看到这边闪现没有交出来 直接被二哥一套带走了 这个腹子接不得呀 天呐 果然啊 还是跟众多德莱文 死于同一个原因 捡腹子 腹子比拼重要 是啊 其实我觉得那个位置 这位德莱文 你如果不捡腹子 你还跟贤鱼有什么样子 对 在这边稍微捆一下 但是这边还是有RT能 但应该是可以走 这边变阳变得稍微有点点慢 但其实我刚刚本来是觉得 这个位置 刚刚二哥的下来那个位置 已经至少得交两段R 才能够粘上对方的人员 但真的没有想到 AO回头的那一下 感觉有点 有那么一点点 就在左远 是是是 他那个 他主要是回头A了再细一下 这个完全没看懂的 大家都 已经 撒腿逃跑了 然后他一定回去 渐渐的A一下 是 而且我们看到 现在德莱文 已经在出一些散劲了 这对于他来说 很六神装 哎 这边 又直接在旁边的草丛里面放个分身上 探一下看有没有打野在 德莱文现在这个装备实在是 六神在上 就六神在上 哇 你是个六神 感觉有点尴尬 但是 的确是这样子 出装方式是 实在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你看要攻速 有攻速 要吸血 有吸血 然后还有穿甲 还有穿甲 和攻击力 还有移速的鞋子 什么都有 是 但就没输出 对啊 他应该不会 是这么快吧 哎 在这个位置又再次被勾到了 直接一个一回来 但是你真的是要 哎 但是我们在画面的另一端看到了二哥是 直约阵王站的中路 也是不知道发生什么 是应该是一波蜘蛛的 杠克成功地帮助妖姬拿下了中路的人头 哇 可惜了 这一波二哥稳了 一万年次的时候突然翻了一波船 哈哥这一局战绩当时不可能 是稍微有一点点难看 而且现在的妖姬已经是两个人头在手 感觉有一点能够一雪前耻的味道 这一颗的野区也是八战一下 那上路知道你四个人都过来了 可能是有点虚 我南枪那边赶过来了 我本来三个人也别尝试找打下 这一剑有一点点刺了 大招面死了 大招面死了 猜一下猜一下一个走跃圈圈 这边勾到了 闪现过来 直接想要撞张Q 但是可惜这个突了穿甲的大招果然伤害高啊 这里终于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人头 这个被动手终于刷新了 而且同时这场越南俱乐也是直接进来了 已经很住了 但是已经阿过去了 这边还在追着艾西服矿的 是的 大踏步往前的德莱文 直接是会合的队友往前 不断地输着对方 但是转头闪现的一个 红棒的一个W技能 而且这里的话 艾西有点危险 直接是交闪现 这边是卡三丁交闪现 艾西完全没有想到 对方的子龙哥哥如此的刚猛 是啊 这个转头的一手回马枪 打的实在是打了一个错阻不及 那这一波人头拿到的话 那德莱文是可以好好的补一下经济了 当然好多的崇拜啊 是啊 这一波看一下 近来先收掉对方的一个南枪 同时帮忙留住了二哥之后 转头进行了一波驱赶 那这一步本来以为说 FFF马上就要 说是打一个撤退了 那没想到 转头的一口咬住 再加一个Q的话 关键他自己还没死一丝血 是的 非常极限这一波 对于伤害的计算可以说是妙到颠好 可以 主要是这一波最大的 就是这个点在于 德莱文大招收了个不错 对 终结了自己的一个被动 你看他发财了呀 回家出了一个攻速鞋 又出了一个暴风大剑 对 发财了发财了 对啊 这最后一系列 离自己的六十张越来越近了 对 但是男枪感觉这边 遭中了 但二哥这边如果还要在站的话 怕是自己也要随自己的男枪而去 这边 是大招过来 踩了一下这个爆破果实 然后这边 随时掩护一下撤退 但感觉 随时要把自己陷进了 不是吧 其实这边还放了个刀 但是大家打到了 这边一条鞋 感觉有点 这边旁边支援过来的一个九头 是成功的把对方两个人给留了下来的 这一波的话 可以说DN的一个战术支援 打得非常的及时 这个timing打得非常不错 是的 那下路二塔这边 看一下子龙拆塔快不快 这个二塔感觉很健康这个血线 嗯 是的 不过还是可以磨一下 挺快的挺快的 但是应该还能在A那么个几下 看他要不要强行推掉 别怕 有机会啊 强行推的话 九头现在这边就清兵线了 但是这两个 但是这两个 近战兵器呢会很难受 哇 这边一技能顶上去 然后再来一个W 但是你想留一下子龙吗 还可以 刚好 墨宇这边没有大招的 哎 Q到了 那这一波怎么说 这边是直接开了一个大招 红怒反打 但是墨宇这边要不要留一技能 没有打到 那这一波是没有办法了 是 但同样的 我们看到上路这边 蓝色方也是把一塔给推掉了 嗯 所以说两边 这个时候又是人头和精度 都是差不多的 看这个霞虎先锋了 霞虎先锋 其实能够为军事的一边打开局面 看这个架势来说的话 红色方应该是可以 无数问题拿下来的 其实我一直觉得 霞虎先锋的设置就是那种 一定要准备的 烈士方 没机会拿霞虎先锋 然后优势方打了之后 可以扩大阶级 对 军事方的话 就是哪边拿了哪边去打优势的 是是是 就加快游戏节奏吧 这可以说是一个破局点 战术意义就会更大 但以往的那个夏虎先锋 他所提供的那个buff 而且包括前期那个惊人的攻击力 就导致很多队 如果没有什么丹带意识 需要他的话 就我移动他 我说的实际一点 这个东西就是撤火打击 诶 直接打了 抢格兰 可以 但这一波的话 放弹再推下中度一塔 还可以再进一步拼一下 对方的二塔 因为这一波 德莱文是在上路单独的放着的 哇 那 这个放德莱文一个人在兵线上面 也是 其实情窗间的这个 这种事情 德莱文大招已经飞过来了 看一下这边 打一套AOE出来 把对面逼走 其实伤害并没怎么高 不过又来一波兵啊 是的 兵线还是轻得七七八八 但是德莱文这个位置 你知道这个时候过来的话 那被虚空行者探一下 那要出问题的 被找到了 这一界过来 但是主要是这一边 还好有一个露露的大招 但问题是为了救这个人 感觉 啊 露露先机了 但是剩下的队员的状态也不好 那这边 可惜 这个时候大龙没有刷新 不然的话是可以去碰一下大龙的 我觉得 是的 比赛太快了 这才不到二十分钟 已经打成了这么奔跑 这德莱文真的就这么大摇大摆的往那走吗 其实 德莱文引血剑出来了 然后又鼓了一个长剑 感觉 感觉现在的德莱文 终于是迎来到了自己的一个相对来说 输出比较有可观的一个状况下 但是 还得看他打不打得出来 说实在话 现在的话 有一个 酒桶加上一个卡萨丁的存在 对于他来说的话 在团战里面 保命是第一的 是的 就看能不能保得住 就看洛洛能保住他了 哇 这边 压着对方的兵线过来抢这个石头人 感觉有一点 抢这个石头人 感觉有一点点貌似 不过 基本上 达到这个战略一点 二哥吧 二哥这一局打得不是很稳 虽然说 几波机会都跟他有大大的功劳 是的 不过二哥这边发育还是很好的 是啊 其实他这个装备现在 就是有一定的 站住前排的能力 是 就卡萨丁这一局是有一定的发挥空间的 因为毕竟对面 前排来说也就一个鳄鱼 而且鳄鱼是需要冲对方前排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卡萨丁 找一个阴暗的位置去秒女 剩下的四个人无论哪一个 其实都可以 哎这边是 觉得A了一下 开招了 好像伤害也没有那么高 还错了 这一局的话 因为打到这个时间点 两边就是上 别让上海去打了吧 有大龙 所以说两个上单 在下路带塔 不过 召唤了小谷先锋 想推移一个中 这个时候要 要来回防了 对南枪必须得过来 现在南枪是一个轻逼线的主力 这冲一下这个二台要没了 小谷先锋 这个直接要冲掉了 那还是算了 要秒杀 这个东西 他 第一下的那个攻击 真的恶心 是的是的 而且他现在团在四分钟嘛 刚刚那波打完了之后 也有一段时间了 对 而且剩下的学长 还足够他再冲一头 大招 剩下谁 得来问一个W 我刚刚打到了 应该也是打的 但是AO这个位置 是非常危险 果然被对方一勾勾到 而剩下的直接 这是一个简直爆炸的团战场面 我的天哪 漂亮的 下不先锋 打掉一座塔之后 这边要转手送一个打龙 哎 3F这一波 躲完了对方的水晶剑之后 有一点大意了 每一次 就是真的 就是德拉文大踏步的走在最前方 完全不许考虑对方 剩下的流人技能 今天减少的酒桶发布的都不错 我刚刚那个情况下 真的他就 那个酒桶 哇 这一局是在 等于说是在21分钟左右 我们本来看到了 FF的一个大好局面 就突然一波直接崩盘 我们来看看这一波 AO的这个位置 真的就是被先勾到 酒桶一个大招 好 扫一下 然后一个大招 这一个地方 男枪的一个AOE的输出 简直就只能用 瞬间爆炸来使用 再配合上酒桶 是的 随时和酒桶 这一波给的 控制足足的 对 而且 DAN非常敏锐地抓到了 这边的一个 德拉文的走位失误 这一把 德拉文就感觉 憋屈了很久 好不容易摇摇 没吐气一下 但是一个不小心 这口气就 又被先勾到 对 这口气就咽了 我的天哪 现在到了这个阶段 这个1-5-3的一个德拉文 已经是成为了一个众矢之地 感觉 关键吧 他们以为对面只有一个艾希特大招 然后艾希特大招躲了之后 就以为自己无敌了 别别别 千万在这个 在这个时间点不是无敌的 对面很多控制技能 不过其实这打到现在 最大的攻撑 我觉得还是这个锤石吧 对 很多次先手也是锤石的一个 对对对对 先手勾 这也是为什么说之前两盘 他们要针对半半这个锤石 没问题来了 为什么这一局没搬 这一局因为他们要搬 要搬岩区要搬艾翁 好棒啊 天哪 在寒冰的这个剑的威胁之下 真的这个德拉文活的太艰辛了 我只能说 现在这一盘确实有点懵了 就被开的思路太多了 感觉 射宝没交够 这一把在召唤师峡谷已经混不下去了 真的 真的是心疼 心疼一波 但是这一波导致的连锁反应就是破两路 这两路一破23分钟 这个可以说 看看丁岩胃口不够大 现在还是想着先回撤一下 并没有想要一波的打算 稳健嘛 反正是绝胜局了 反正等了这么久 对也不差这一口气对不对 而且20秒左右之后 小龙要刷新了 他们现在稳加稳打的还没得出 关键是 我们像对面什么妖姬蜘蛛这种 打到后期都是 就是两个顶一个那种 刚私上跳舞真的 就这个阵容拿出来 这个舞现在感觉跳得有一点点磁了 这个舞不成功变成人 他这个阵容确实越往后面的话 越没有弹对起来 现在这条土龙的话也准备让掉 但其实也是迫不得已 本来说FFF这个阵容的话 会着重于对线齐这个优势 但是反倒是FFF自己 把这个对线齐给缩短了 因为是他们率先破掉对方的两座塔 等于是自己强行结束了这个对线齐之后 然后反倒他自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这个就很尴尬 这边金身还在感知的过程中 哇这个金身一做出来 德莱文是真的可以 就打团的时候我就在家泉水里挂起好吧 我直接选择在家里扔大招出来 他每一次都是被集火的那个 他老是吃先手技能 这一点实在是有点不应该 其实 就每次退的时候还不太舍得战场 哇又是一勾 还好差了一点点 哇这边异上去打一下 不过并没有想要开打留下来的一个打算 而这边还是选择稳定的抱团推你的上路 这个时候只要DNA不犯错 上路的这个高地坛应该也是可以挖得比较稳的 现在可能不要算站最前面了 德莱文这边幽默做出来了 虽然并没有什么用 但是这边AO还是在 哎呀 果然没有什么用 哎呀 但是没有看到对面的墨宇啊 这边终于是把大刀扔了出来 可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感觉这派AO真的行太炸了 他前两盘打的真的很好 这一盘的话感觉 他G-6的时候他站最前面 是的 他还隔墙才1-7了呀 所以他1-7了呀 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吧 就是这一波 但是又是一个反应技能 直接把对方这个蜘蛛从水泉里面给拉了出来 深深地把他激达他的拳水之外 这边的话打DNA这种 就是算是这个选择里面最强的队伍嘛 他们赢了一句已经证了自己 所以说这边也是恭喜一下DNA 赢得了最终这一场本票 是的 我们恭喜DNA吧 虽然是有惊无险 对最终还是竞选 就竞选到下队 两局还是比较顺的 是的 谢谢观看 谢谢大家